內容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台語打蛋秀 那我們投資意期 變答案 我是秀婷 歡迎今天來賓 夏老師來我們現場 來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夏老師 我們常常講平均線 什麼叫做平均線 叫做一般投資人的成本 但是我們平均線 有5MA 有5周MA 有5个月的MA 你也可以算 你要怎么MA 或者说平均线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计算方式 而且呢 市场习惯用5啊 20啊 原因是因为 它以周或者月来进行计算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知道 市场不可能真的刚好 整体的多头情绪 就一周或者一个月就停止 往往它的天数是不确定的 在面临这一种行情 你没办法确定到底多久的时间点底下 我们要怎么去取决 怎么去了解这个平均线对我们的含义 整体上是这样子 第一个大家所常用的 我们叫简单平均线 简单平均线一般就是周双周 月季半年年线等等 那么这种一般的致死平均线 我们叫做它有它一定的力量 共识 就是共识的力量真的很强 那可是呢 我们个人面对市场 可能每个人买的标的不同 对 那我个人会比较倾向 除了我们必须知道一般均线的用法之外 那特别是你应该要去精算 精算说我每一档个股 目前近期 市场最精准的平均成本 那么怎么去用它呢 我们在这个单元跟各位分享 你要去精算每一个波段的上涨天数 或下跌天数 所以可能不是5MA 可能是6MA 10MA 12MA 绝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这张图表 是从10月份 我们举一个比较热门的 叫2409的优达 优达从10月份 一直到2020年的结束那一天 优达的日K线图 那针对优达 我会怎么看 我会跟你分享 第一个 我们先看 假设今天是10块3.5好了 就是说优达 他在11月之前 是进行一个横向整理 几乎都不涨不跌 台北股是你再怎么涨 他动也不动 可是哦 各位请看哦 进入11月之后 优达每天跌 每天跌 台股每天涨 他就每天跌 这也了不起啦 一直到10块3.5 我会去精算优达的市场成本 假设 我手上有优达 或者是我去做空优达 我要去了解到 市场目前大家成本落在哪里 一般除了5跟10之外 我会去精算他 我们从他的起跌 一直跌到10.35这一天 他是8个交易日 对 所以我会给他一条8日平均 如果他是9个交易日 我就给他9日平均 哦 因为他跌了8天嘛 那离他的起跌点多久 从他起跌开始算嘛 他总共是跌8天嘛 那你今天用5也不对啊 5是刚好中间开始跌啊 那你用10你又提前了嘛 所以你要去精算他 你就去把每个波段 他跌的天数去做计算 好比方说这张图表里面 12345678 他连续跌了8根啊 那你应该给他一个8日平均 好 这个8日平均的价格 会落在14块7毛5 也就是说 如果友达没有站上 这个8日平均 我就不会去做买进 因为代表他还没有转强 是 可是我们接下来持续做观察 因为市场是滚动的 他是浮动的 对 价格每天在变 每天有新的法人也好 散户也罢 持续做进场嘛 有买进有卖出 有买进有卖出 市场价格一直在波动 所以你必须持续去追踪他 好 因为起跌是A 可是到了C这个点呢 开始涨了 他开始涨了 所以你看哦 他是第一根 第一根红K棒上来 对 中长红哦 一个实体的中长红K棒 那你给他算了 到C这里 总共他是跌了12天 对 从最低点到C 他是第四个交易日 对 所以如果今天 我不管我之前是持有有打 或我做空有打 来到C这个点 我一定要再算一次 算什么呢 从起跌点到今天 总共几天 12天 对 从最低点到今天 总共几天 4天 对 所以我应该给他一个4跟12 好 那重点在哪里 4叫做什么 最低点到现在 过去这4天买进的成本 嗯 12是什么 这一次的起跌到今天 卖出的成本 我是不是得出两个了 对 一个就叫压力嘛 一个叫支撑嘛 哦 所以你可以 比任何人来的精准 并且稳定 所以现在12天的平均线 就是我的压力 然后4天的是我的支撑 对没有错 他已经告诉你 进入这个框架 但现在还不能做多吧 可以做多啦 如果是我的话 还没突破12呢 我会再突破4做买进 嗯 可是呢 他只要来到12 我会先做卖出 当然幅度很窄 是 那不见得每个人有意愿 是 可是真正的大买点 就是说 如果他可以站上 这个点 那就是大买点 哦 所以我们来看哦 接下来隔天 他是不是突破了 11 对 好 那你就算嘛 最高点以来12嘛 最低点以来5嘛 所以 他站上之后 他告诉你 我要涨了嘛 好 结果这个一涨 哦 不得了 涨到16块半 嗯 很强 强到一个不行 可是来到16块半这个价格 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个高点啊 嗯 因为猜不到 我们毕竟不是主力作手嘛 好 所以 当他攻到12 你当然 因为你站上 站上成本区 你就做买进了 嗯 买进到最高点16.5 你手上应该要持有有达啦 对 因为他还是在涨嘛 好 可是呢 接下来到16块半之后 他是进入整理的 对 所以我们看这张图 1234 他是不是整理了四个交易日 嗯 那你该怎么办 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4 给他一个20 嗯 因为从最低点起账 到我们这张图表是20天 最高点下来是4天 嗯 所以我是不是重新要去计算了 你会得出两个点 一个叫4 一个叫20 嗯 也就是说如果有达不跌破这个4日平均 嗯 你应该持续持有或站在买方 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梳理 这个4已经不是刚才连涨4天的事 不一样 是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空头的一个 对 它 它这个波段已经涨了20天了 刚好一个月了 是 所以你应该给他4个20 你是不是得出一个主要的看法 等于是我每一天都要再重新的计算 对 你要加1 每天要加1 不过在面临这一种很明显的 我来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区间 然后连续4个 这个时候我的态度是 我要出清吗 我什么时间点要进行停列 我已经一路这样子报上来了 理论上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 如果你是比较处于长线型的 是 你应该等到那个最低点的平均被跌破 叫20那一条 那你是比较属于比较没有那么大波段操作的 是 你只要跌破短线压力 你就该走了 就跌破那个4 你就应该走了 所以这个不是说一定是什么时候走 就是说看你的个性 我是比较做短线的 是 那它只要跌破从高点下来的平均成本 是 你就该卖了 这边我在帮这个肖老师 最后做一个梳理 其实基本上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操作方式 跟一般均线没有太大差别 对 都是黄金交叉的时候 你来做买出 对 然后看你自己的停力点 想要设在跌破短期均线 还是跌破长期均线的时候再离场 唯一的差别就是 我们每天都要算 肖老师常常讲的 多算剩 少算不算 对不对 你每天都要重新计算 你的平均成本在哪一个价位 但我还是想问一下肖老师 是 这跟一般的平均线 效果会比较好吗 会更精准 它会来得更快 第一个就是说 当一档个股要转强 你的切入点会比 一般的字式平均线 会来得快 那相对的 不但进场快 出场也快 因为你会抓得更精准 因为你去计算 每一个波段的市场平均价格 所以你会比一般 不管是周线月线双周线等等 会来得更有效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 所以这市场行情的 的确它振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到最后 它的确跌破了短期的 我们的波段平均线 那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感觉就是有点尴尬了 因为它在长期均线以上 但在短期均线以下 那我们要怎么看 好所以我们看这张图表 其实没有 蛮有意思的 这刚好我制图是这种 2020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号 那友达呢 连续三根黑K棒嘛 各位请看 你往前看 假设今天是12月31号 往前看一直到封关日 那总共19天 跌了19天 起账点是不是10块3.5 你给它算 起账点到封关日涨了35天 所以你是应该给它一个19跟35 好那你给它1935之后 就很清楚了 各位请看 第一个你的底线 绝对不能跌破底下这一条35 如果跌破了 不但应该站在卖方 并且积极的应该去做避险 是 你就避险 你说有杂 有杂这个搞不好 这个iPhone iPad iPhone可能出现双镜面等等的 那个不重要 我的看法就在 你不能跌破 你如果跌破就真的已经走弱了 好那可不可以买友达 可以 他只要能够站上那个反压 那代表他强到一个不行 我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压力 我竟然股价可以站上去 他告诉你 你不但不能做空 你要持续做买进 所以新的一年 我觉得就先观测 不急以友达为例 因为他刚好落入19到35这个区间 是 他能够翻上去 你要站在买方 万一那个底下 这个35守不住 比方说再来是1月10号 1月10号你就不是19 你就20了 就20跟36 你就以此一直计算下去 一旦能够站上市场的平均压力点 你要站在买方 是这个还要分很多树状图 因为如果你是本来已经持有 当时进行黄金交叉 你买进到现在 短期投资者应该要离场了 对不对 长期投资者 你就等待一下这35均线 可不可以被突破 被突破 你也进行停业的 如果是空守者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要来衡量一下 第一个 我看这个样子感觉 持续震荡的可能性也蛮高的 或者就正在这两条均线里面 但是始终会有 他的一个新的行情出现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这关片 我们从一个波段平均的角度 我来跟各位做一些借金 你就知道肖老师有多厉害 没有 一要跟人不一样 5NA 我就跟6NA 7NA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只要请肖老师 因为这是最实际的 这边的参数要怎么自己再设定 是直接来做打入就好 还是基本上所有的软体 都可以直接来设定 一般 不管是你用券商提供你的 或你在上网App下载的 你可以自己去修改你的参数 就是你的MA的天数 那你就自己去改正 你要去算他K棒的排列顺序 那到底总共高点下来几天 低点上来几天 那你针对你所算好的天数 那你给他合理正常正确的天数 那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这样 多算胜少算不胜 大家自己多算一点 刚才肖老师讲了 这种波段平均 比一般的平均线 还要再更敏感一点点 所以提供给各位 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想法 欢迎你加入肖老师的Telecom 还有Linead 同时也可以听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感谢肖老师 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